这年头打手机越来越便宜了吗 这点倒是未必 但是网内互打的确 有很多家电信业者都决定免费 连超商也来分一杯羹 不过很多民众疑惑 网内互打免费又收取低月租费的话 那么到底业者赚什么呢 对此电信商业坦诚不用担心 这是行销手法 真正的目的是要冲高市占率 这样省下来应该几万块也逃不掉 连艺人宋欣妮都叫亲朋好友 一起加入同一间电信公司 就是为了网内互打可以免费 原本只有亚太和微宝电信主推的网内互打免费 不仅电信龙头来抢劲 连超商也要分一杯羹 这部分完全没有限制 就是不限人数不限时间 然后就是彻彻底底的零元 网内互打各家资费比一比 Seven Mobile 亚太跟微宝 月租费都偏低300元左右 台阁大和远传都破1000元 榜约至少都要两年 不过网外资费最多差了一倍 每秒从0.07元到0.14元不等 其中以Seven Mobile 月租费最低 亚太则另有国际电话免费 台阁大和远传的好处则是含上网资费 觉得没有特别便宜 一些想要换门号的一些族群 又或者是一些这个所谓的 刚刚开始从一般型手机 换成智慧型手机的朋友 最重要的当然就是能够吸引到 这个喜欢热线一族的消费者 电视商坦言网内互打免费 其实只是一种行销手法 重点在于抢食客户市场 先把用户数冲高 拿下高市战率 才是网内互打免费 背后的真正玄机 专讯娱乐林小帆台北视频道